好 開音十分鐘一點你就通 那個名語好玩的這個粉絲們 大家好 老師上來了 今天呢 老師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個是大家熟而能知的喔 那麼在分享以前呢 我很希望所有的粉絲們呢 能夠 在上面幫我們留言 按讚 然後公開分享出去好不好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先來跟所有人互動一下 好 在我們的老師過去都一直在跟你們講 我們的人生功課 是我們要修的 對不對 所以你要了解 你這一生當中你的人生功課是什麼 再來呢 你的任務是什麼 這個很重要 那今天老師就要開始進階 大家都已經升華觀念喔 因為聽太多靈魂的 這個靈魂肉體的相關性了 所以你們要開始升華 升華成什麼樣子呢 開始要去理解每一個環節 這個都很重要 所以今後老師在跟你們分享的每一次 它是一個進階性 也就是要打開你這個神光 我們講的神光就是那個能量 是超強的能量 所以今天呢 老師要跟你們分享的就是信力 這是大家很熟能知信力法則 也許很多人就說 啊老師信力法則我很清楚喔 我剛剛也跟小編們聊天的時候 我說你們總不懂信力法則 他們說知道啊 然後呢真的有沒有效 有效啊 好那也就是小編他自己 每一次呢 他在設定目標 然後他在進行的時候 他都有確認過這個目標 然後也執行了 所以他能夠吸引他所想要達成的這樣的一個目標 好 揮揮還有這個智昌 這個玉潔 這個玉霞 大家好喔 我看到你們了 好 那 信力法則最主要我們一定要相信 你相信你做得到 這個就很容易很強的信 但是並不是說我每天坐在那你相信 相信他就會吸過來 不是喔 不是這樣 所以我今天要給你們這個觀念 好 在我們的這個 就是說在我們人生當中 我們在全世今生講的都是因果輪迴 然後因果輪迴他一定有他特定的 你的靈魂要給你的這個功課 那這個功課你在做的時候呢 你一定要有很堅定的一個這個吸引的能量 好 怎麼樣產生吸引能量 我們先從吸引力法則這樣的一個架構 我們來做一個初步 讓所有的粉絲們了解 好 好我們先了解一下共振 共振 共振 共振簡單的講 如果用很簡單講的話就是叫做物於類計嘛 對不對 你跟我自趣相投 那你跳的是探戈 我跳的是探戈 我們就會兩個人會產生那個共振 好 好當你的內心的頻率好你裡面好你想的是什麼你想出來發想出來的展現到你的這個大腦 你的意識你的思想你的行為你的行動 也就是說當你想一個事情的時候你會展現到你的行為 對不對你會表現出來啊 你會有那個思考模式啊 然後你會用言語表達出來好這種能量散發出來的時候呢最終喔 最終透過你的思想透過你的這個言語透過你的這個行動展現出來的結果最終還是會因為因果這個因果報應還有共振的法則呢會回到我們身上 好我們幾個很簡單的例子 譬如說我很固執 那我的想法就是你一定要照著我的模式走 好我就會用我的思想開始控制我自己 小編你一定要照著我的方法走 做喔 好我開始想了 然後我在跟他講話的時候我就會跟他講話非常大聲 因為我強制執行他必須要照我的方式走 那我問你這個小編會聽我的嗎 他反應過來的一定會回到我身上 然後他可能會講說老師好兇喔 老師講話特別大聲 對我非常的刻薄 他就開始會有這樣的思想也會反應到他的行為回到你的身上 這個就是一個共振的原理 那這個都是在能量學裡面呢 他是他的天性也是本質 好以西歐陽還有珍珍跟這個慧虹 老師看到你們了 好記得記得一定要上去留言然後按讚留言然後再分享出去 一定要分享出去 好老師他在這個在直播的時候也告訴你們 我們人每一個個體他都像一個活的磁鐵 所以我跟你們講說一定要把自己的這個磁鐵的磁性要能夠修得越來越強 越來越強你才具有很大的power 那這種power呢你注意看你現在你只要現在看著你的婚姻 你現在的婚姻狀況如何啊 你現在的財富有多少啊你現在的成功有多少幸福啦健康 你只要現在端看你自己現有的狀態 你的婚姻也好事業也好你的成功你的財富 是不是你自己過去 過去你這個磁鐵所吸引而來才有今天 如果你現在很好的話表示你過去你回頭想想 是不是因為你的思想你的行為你的這個行動 思想言語所展現回報到你身上的 如果你們去看你現有的整個狀況喔 一定會看得到你現在的結果論都是過去你所產生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吸引的法則 那剛才我也在問小編我說那你會贏的嗎 你覺得你每一次在這個吸引法則你懂 那你每一次在想的時候都會懲釋為什麼 因為我決定一定要做成這件事 所以我的行動力就拿出來了 我的想法我的構思就會出來了 好這個就是他自己的這個意念 所以呢意念很重要意念很重要意念很重要 不是坐在那裡說來喔我貼一部車我要有一個賓士車 然後每天出門就要看著那個賓士車 他自己會掉下來 NO 不是你要想這部車多少錢 我呢現在做的工作我一個月有多少錢 那沒關係我就算有三萬塊 我一個月存個五千塊 我大概多久可以拿出頭銜款來買這部車 你要去做一個構思這個思維不是說內部車是我的喔 然後就走出去 內部車是我的喔就走出去 所以意念很重要意念意念意念 好啦你們不要笑了 好所以你們注意看有錢人喔 這個很會賺錢的人有錢人跟這個就是貧富 就是說我們講說窮人跟有錢人的那個意念不同 有錢人他每次想著都說 我要怎麼樣子要變得更有錢 我要怎麼樣做我才會有錢 這個就是有錢 所以他一直在吸引什麼錢嘛 那貧窮的人他就每天想的是 我的錢都不夠耶我沒錢 我的債務好多喔不再累累 每天想的都是這樣 難怪你永遠就是貧窮 是不是 所以你的意念可以決定你後 你現在的意念想法 他可以吸引的東西是什麼 都決定在你的意念 所以改變一下你的意念喔 好來一定要給我按讚留言好不好 幫我們公開分享出去 然後要常常呢 這個收看我們命運好網的這個粉絲團 好不好 好來秋莉啊秋莉秋莉 我看到你囉 好太好了 好當你的意念是什麼 我剛剛一直講意念很重要 老天爺就會將你意識到的這個事物 幫你開這條路 你林林你的意念是我想要幫助人 然後我就開始有架構 我要努力賺錢去幫助人 那老天爺就會把你這條路給打開 林林要做這件事 那如果你的意念是往負面的呢 一樣會幫你打開這條路 林林你要做這件事 好我幫你打開這條路 不管你是正面還是負面 有的意念產生出來 我剛剛有講過 一定會透過你的行為 你的行動 你的思維 還有你的這個言語 然後在後面你會看到結果論 對不對 所以呢 你老天爺幫你打開這條路 你的得到的結果論 這個是你最吸引來的 誰叫你想這件事的時候 請老天爺幫你開了這條路嘛 對不對 好 了解了這個吸引的這個共振的道理呢 我們改變一下意念 然後每一天 所以為什麼常常對大家會講說一定要有正面能量 就是要有正面還要再加什麼積極的能量好不好 你只要每一天常常有正面積極的這個思考模式來加強你自己的正面能量的話 你所得到的回報力也就跟我們的吸引力法則他就很容易把你要的東西 或者你想要完成的這件事呢 很容易就借力死利 老天爺就會拒絕很多想要幫助你的人來 這個就是吸引力法則 所以要把自己創造出這樣子的能量好不好 好 好 來幫我們留言然後按讚喔 一定要公開分享喔 好 Jenny Jenny還有劉傑你好 老師有看到你們 因為我的那個筆電會稍微放得機 好醫生你好看到你囉醫生 好 這樣子短短的老師對吸引力法則 最重要的第一個就是 所有的一切都會 你的意念你所想的事情會經過你的思想你的行為 還有你的言語傳達出來的能量 然後呢就會回報你的這個結果論會回報你的身上 所以一定要有積極正面的這個想法 那意念很重要 意念 好不好 好 你只要呢 讓自己每天就像陽光一樣 那麼你的世界就會光你 那如果呢 你自己身上充滿這個愛的話 哇 你就能生活在一個愛的氛圍裡面 你這個快樂的歡笑聲呢 都會伴隨著你 所以你要什麼樣的一個生活呢 那你就先成為什麼樣的人 一念天堂 一念地獄 一個起心動念 都會讓你的世界不一樣的 好 今天呢 老師跟你們分享的心理法則呢 就再到這裡 好 那老師再跟你們互動一下 好 麗娜 麗娜 記得 記得 下個禮拜 這個下個禮拜一 我們下午三點十分 我們在 我們的視頻上面呢 跟大家再分享 老師要分享的主題哦 好 那我們今天到這裡結束囉 OK 拜拜 有點捨不得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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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 拜拜 好吧 拜拜 嗯